周三桑德伯格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 当我2008年接受这份工作时 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岗位上待上5年 14年后 现在是我书写人生下一章的时候了 桑德伯格一直领导着Facebook的广告业务 卸任后他将继续担任Facebook母公司Meta的董事会成员 Meta公司首席执行长祖克伯已经任命奥利文担任公司新的首席营运长 虽然桑德伯格长期以来一直是祖克伯身边的二号人物 但他在该公司近年来几乎持续不断的危机中出面背锅 他曾在Facebook涉嫌言论审查等一系列问题上为公司公开辩护 Meta的广告业务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华尔街预计Meta的广告收入今年仅增长6% 而在过去的10年里 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44% 在桑德伯格宣布即将卸任首席营运长后 Meta的股价在周三后续下跌了近3% 新唐人记者上镜纽约报道